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着这样的问题让我们一起到今天的课上来学一学吧 首先我们来看认识破折号和省略号 这个图上的符号呢就是破折号 大家看它像什么呀 像一个长长的一对不对 这个呢就是省略号 它是由什么呀 六个点组成的一条直线 像什么像虚线的感觉对不对 但是是点由六个点组成的 我们来看一看破折号 它在填字格里的书写方式是 对齐横中线写一条直线 像一个一一样 大家记住了吗 这是破折号 那省略号在填字格里面的写法是什么 在下半格里点六个点 大家记住了吗 这是破折号和省略号 接着我们来看破折号的作用 破折号的作用是什么 第一标明行文中解释说明的语句 其解释说明的语句前面 就可以加什么破折号 那表示突然转变 突然转变话题 或突出语意的转折 表转折的时候 可以用破折号 那第三个用于些后语 引出雨底的时候 用破折号 那第四个呢 表示说话中断或间断的时候 可以用破折号 还有第五种 也可以表示声音的延长 比如说 啊 后面就可以用什么破折号 第六种呢 用于对照比较 那第七种是标明复标题 第八种用于什么 引文注文之后交代作者出处或注视者的信息 好 这八种形式下可以用什么 破折号 那么省略号呢 我们来看一下 省略号的作用是什么 一 表示列举内容的省略 那表示列举内容的省略呢 又分以下几点 第一个 省略类似的或者一个趋势的内容 类似的或一个趋势的内容 比如说 一二三 后面的 我就不写了 运用省略号 这时候我们就知道后面的是什么 四五六七八九等等等等的数字排列 对不对 第二 引用文章时的省略 比如说我们要引用 国破山河在成春草木深 赶食花见泪 恨别鸟星星 但是呢 我们最主要要用的是 国破山河在成春草木深 所以我们在把这一句引出来之后 后面的就可以用省略号 第三呢 表示重复的内容 比如说 一二一二 后面的 我们就不写了 运用省略号 表示什么 声音延长 回响等 火车发出 呜呜呜的吼声 把他们从痛苦中惊醒 呜 我们就可以用省略号 来表示 以上呢 就是列举内容的省略 那第二种呢 是说话 未说完 比如说 同学们快到 就在这个时候 老师推门进来了 那 表示 这句话还没说完的时候 用省略号 那第三种呢 表示 语意未尽 你怎么不说了 你做的好事 诶 这个人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可以用什么 省略号 第四种呢 表示说话 断断续续 或人在很疲惫 将死等情况下的语气 大家记住了吗 这是迫着号和省略号的作用 那接下来省略号呀 还有要注意的两点 我们来看 第一点 省略号和等字都可表达列举省略 所以两者啊 用一即可 不能同时使用 大家记住了吗 第二 省略号后面一般 不再用标点符号 也就是说 省略号后面 省略就代表这句的结束 不再用其他的标点符号了 大家记住了吗 好 现在你们要活动一下 你们的小脑瓜 我们要开始今天的 闲闲小身手了 来看今天的题目 句子中的迫着号和省略号 起什么作用呢 来看第一个 雷锋精神 永远不会离开他的家乡 中国 这个迫着号是什么意思啊 有住室的意思是不是 解释的意思 他的家乡是哪啊 是中国 诶 解释 说明的意思 大家打得非常好 第二个 卖扇子啦 这是什么 语音延长的作用 对不对 很好 表声音的延长 大家非常的棒 第三个 一下 两下 三下 对不对 表示对后面的 我们知道后面会有 四下 五下 六下 对不对 对后面内容的一个什么 省略 对不对 很好 表示对列举内容的省略 大家 非常的棒 很快呢就理解了今天我们学的迫着号和省略号的作用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一起来小节来看一下 破折号和省略号样子呢是一个是像一个一一样一条横线 另外一个呢是六个点 另外一个呢是六个点 让我们呢再来用两个小口诀来记住他们吧 首先来看破折号 一条横线在中间破折号来相见 它的作用 它的作用可不少 熟练掌握 秒除多 那 那省略号呢 句子后面六个点 省略号来相见 不能跟等同时线 大家一定要记清楚 省略号跟等号不能什么 同时相见 大家记住了吗 省略号跟破折号的作用呢 大家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呢 一定会经常的预见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把这节课书记在心间哦 好了同学们 让我们下节课再见吧